原标题 乔峰的武功也如同他的性格一般 无论是降龙十八掌还是擒龙宫 亦或是排鱼双掌 那都是威力无穷 即便是太祖长拳这种日常中很常见的功夫 在乔峰手里始将出来 也是虎虎生风 扫地僧的武功够高了吧 弄死萧远山和慕容伯这两大高手 就跟捏死两只蚂蚁一般 可是即便如扫地僧这样高的武功 在吃了乔峰的降龙十八掌之后 依然是直呼扛不住 乔峰的武功能够得到扫地僧这种超凡脱俗的高手的肯定 倒自然是没得说的 那么问题来了 乔峰这么厉害 有谁能够吊打他吗 当然有 此人便是段语 乔峰的降龙十八掌虽然很强 但是再强也强不过段语的六脉神剑 六脉神剑的五行剑 技衣的连发起来 简直就如同一个人拿着一把AK47在扫射一样 慕容复的武功不算弱了 也就比乔峰差了那么一点 可是慕容复遇了段语的六脉神剑 直接被打敌 直接被打敌劈头散发 简直是狼狈不堪 当时乔峰在一旁看了慕容复的遭遇之后 也是暗暗心惊 他清楚地明白 如果自己和段语的六脉神剑对阵 也同样只有被吊打敌分 所以说在整个天龙八部中 唯一能够吊打乔峰的只有一个人 那便是乔峰的结义兄弟段语 段语身怀北冥神功 宁波微波 六脉神剑等多项决定神功 尤其六脉神剑 在天龙八部里简直就无解 阿珠因为担心乔峰找段正纯报仇 可能会遭遇段氏家族的六脉神剑 因此阿珠假扮了段正纯 却与乔峰相会 可见六脉神剑在江湖上的地位还是颇高的 而段语在少林寺与慕容复一战 也算是令世人大开眼睛 真正见识了六脉神剑的厉害之处 当真是文明不如见面 见面远胜文明的 段语的武功如此之高 可是他在他的成长之路上 却总是被很多二流高手欺负 比如岳老三和钟万筹阿 这些人都曾经欺负过段语 当然段语毕竟是主角 段语在经历了诸多奇遇之后 一跃而成了天龙八部中 数一数二的顶级高手 到天龙最后的时候 江湖上能与段语过上几招的人 已经是屈指可数 段语如此厉害 可是他的生平绝迹 却都后继无人 尤其是那收发自如的六脉神剑 居然失传了 实在是可惜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backing along with the